在我们MAP了过后的FK8 在cooling system真的是要下一点功夫 那天换了HKS的Oigooler就解决了油温高的问题 然后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水温高 所以现在要解决水温的问题 很简单我会坐高山来形容 当你的车MAP了之后 你还没到半山 你的油温跟水温都会接近要overheat了 然后当你换了Oigooler 还可以超越半山 你的油温都没有overheat 当然还没有到山顶的时候 就到你的水温overheat了 所以现在呢 就要去安排解决这个cooling system so现在就安排去买那个水柜了 那天安装了这个HKS Oigooler 这家也去安装了 还custom到好好 原装的壳在开动再放网 现在就等一起去upgrade那个水箱 把原装的水箱换掉 换更大的那种cooling水箱 今天来到sunway sd 王岸这里啦 又来买补品 也是有好多的track car的 这条sunway改车街 今天就是来买这个pwr的street的水箱 大水箱听说这个的review不错 这个pwr出名是全手工制造的 全手工焊点 我买的这个是street version 还有一个是track version的 如果track version那个呢 它的那个排水喉会更加的小一点 更加的多 暂时对我来讲这个street是够够用了的 可以看到它的汉功是非常的精致 这个pwr的牌子是australia的 然后它是redpool racing的authorized part 其中之一啦 就是redpool racing有用它的产品的 所以它的review是非常的好 so现在 打包带走两个 一个 两个 那就是给我的朋友mugen fk8的 这个就是给我了 ok 现在打包带走 现在打包带走 来买水箱的同时 又遇到我卖的奥尔法 小鱼 有事啊去到哪里可以看到我卖的车 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very nice 买了水箱就要买cooler 这个很出名的vpcooler 买了4罐 来尝试一下这个 racecooler vp racing的 vp racing的 OK 完载而归 开心的花钱 加料加料 买了水柜 买了水柜买了cooler 就要改买那个thermostat 现在又来到samurai 雷星这里 那个spoon的thermostat 这个spoon的thermostat给他 早点开了 今天 非常开心 又来我的兄弟这里安装我的水箱了 这次我要记录买上次我有拍到的那家 疯狂review的ek 现在在记录下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进展如何 嗨兄弟 够力啊这家 够够力啊 黑仔引擎 最强红头高转机 dc2 第18c 最强b载 第18c type r的 这次还顺路带上了 这个牙油来换 因为感觉到原装牙油 有时拉高转的时候换牙没有那么顺 就换这个磨度的 牙油来试看看 来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进展这家车 Fully review 这个车主是非常的疯狂 非常的任性 可以说接近能买新的全部都换到去新的 看到 这个bonnet lock 都是拿去restore的 扣大的喇叭嘴 我们玩车界里面叫 SEGO喇叭嘴 还有Skunk 2 Alpha的sharker 全新的EK耐大灯 全新的EK耐大灯 这个contenser 你看那些custom的脚位 这些跑位 这个冷气的车并在这里 这个冷气的车并在这里 全部跟我的 之前的EK一样 都是用这个 Joyning Holt 然后 Speed factory的 水箱 Custom的一个bracket来做着它 这种是艺术品啊 这个是 如果是整辆车弄好了之后呢 是放在家欣赏的 家里也不会舍得去驾 因为弄到酱美啊 怎样驾自己 很难驾自己的 冷气候 长起来了 很爽啊 每次看到这样的车 very good 车脚 他就用了 BC的 Suspension 然后 这些arm呢 全部就 设了那个 Casco的蓝 就是 hard race的upperarm Spoon的鲍鱼 还有换长加长的这个stug nut 几乎是全新的 车脚都配的这些superpro的boost hard race的traction arm 车脚都配的 越看越爽那种车看到 啊 后面的这些电油喉也是新的 这个我看应该是数一数二的疯狂啊 这个我看应该是数一数二的疯狂啊 哇 very nice 他全车的concept都是用这个dry neck 下面这个也是 是k-tune 疯狂车主 这些作品是融合了 心机 金钱 还有 时间 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东西出来 不简单啊这个 very nic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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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原装的横温器 然后现在我换的是这个Spoon的横温器 原装的横温器是在78度才跑那个水的冷却系统 然后我们换的这个Spoon呢 它会提早10度 就是68度就会跑那个水的冷却系统了 简单来讲换的这个Spoon的横温器 就是提早进行那个水箱的冷却系统的 提早10度 这个是原装的水箱 这个是PWR的水箱 看下去大了蛮多的 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这样 长度接近一样 只是它厚了一点 PWR的它的裂就比较大片一点 对比原装原装就比较小片 这个就有很大的差距 对比原装原装的 这次我是用VP的冷却液 用过VP的人都说它是最棒的 现在进牙油 哦这个牙油是蓝色的 还有一股香味的 今天有好多的JDM VC2 FK8 EK9 还有一家EG准备吊K载 嗨宇总 嗨你好 这位兄弟也是看了我的视频 买了一架VTEC来玩 现在由B系列 准备吊这个K载进去 这个VTEC很毒啊 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的 今天刚好这个EK的车主有来 我就给你们知道他是谁 这EK车主 一个是Brian 一个是Darren 一个是Brian 两兄弟来的 这辆车就是他们两个 设置的啦 每天在买part一样一样去设置它的 今天还叫法拉利来看车 他们很享受这样的过程 如果有在生计我车什么part 我会一直持续update这辆车的过程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车主有多疯狂 车主现在等不及 叫法拉利来任你自己锁螺丝 你看 你认真哦 可以可以 哈哈哈哈 换了水龟过后 就可以看到很清楚的一排 搭搭着 忙了一整天 全部大致上已经安装好了 现在就要去测试下它的效果如何啦 关系的关系 咱们开始 换了水龟过后 我看到砧测是否 大家可能不忍壮 一整天 产品 楼 赶算 使用 妹 优优区 共进 玥师 中国 金 现在我们在高山 这次有很多的车友一起出来,吹吹水 三三星 F2R 还有看到这种EG拱起来的,这种就是K载引擎的啦 GTR FN2R Golf MK7 这个SYS4 86 Banker 这个也是Banker,这个地产大坑 R35 Type-R 很多的Type-R Type-R在我们马来西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的,现在越来越多了现在 满街都能看到的 还有全部私域都是拿来改的 还有这些Suparu啊这些是经典车的 少之又少 这是S204 里面应该是有carbon椅子的这架 然后还有Type-R 还有这个 F2R EK 迷人的EK 这个也是刚刚买回来要重新review project的,这个也是很大工程 这个朋友也是刚买的 非常壮观 还有那你家Type-R也是自己的队友 全部聚在一起 吹水 换了这个水箱之后呢 反而影响了那个油温 油温就保持在10多,10不到110度 然后水温呢它还是会上 还是会接近 跑到差不多到山顶的时候会接近在百亿度 但是如果你放松一下 它的水温就下很快了 比起之前的分别是你换了这个水箱之后 如果它的水温上到百亿度的话 你放松一下的话,它会很快下回来 换了那个Motu的Competition牙油 再也没有出现卡牙的问题了 Very good 这个牙油 很好用 总结 换了这个水箱之后 是有帮助到它的散热系统的 还是蛮不错的 OK 今天我的视频就到这里先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loud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